欢迎2012总统选战了 马总统和鸿海总裁郭台铭不约而同 昨天都到中部来力挺蓝军的立委候选人 为他们站台拉票 郭总挺蓝甚至还宣布说 他要用包机的方式 让对岸的台湾员工在1月14号这一天 集体回台投票选总统 19中台湾走透透 总统晚秀捐热血 还到陆港天后宫发平安符 民众挤破头 不为寒风民众热力支持 马英九也强调连能政府的重要性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也到场 持标语向马总统呛瞎 但显然总统的中台湾人气 还是忘到不行 严金标动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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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句动算让鸿海总裁郭台铭 献出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政治站台 选择的对象是台中试杀陆区 无党级立委候选人严金标 世上郭董一路南下 还为国民党级立委候选人邱毅 黄昭炫以及侯彩峰站台 挺栏态势相当明显 上午在一场和大学生的座谈会上 郭台铭甚至挑明 全力支持旗下员工回台投票 选总统 13号14号 我们就 我们还抱着几架飞机 让员工回来投票 郭董挺蓝拍式明显 又现出人生第一次的政治站台 让蓝军信心大增 郭董